经过这个赛季的磨合能否有更上下的表现 随着主裁判张阳欢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哨 球队在上个赛季的第一阶段 仅仅取得了两胜四平四伏的成绩 成为的是最让人失望的球队之一 进入到了保级组 但是在保级组当中球队是找到了状态 四胜一负 这次零空了大门 有手法登场的机会 杨健的角球 这次门前的大门打在了立柱上 这次是角球的姐妹没有不太果断 落点一般 外卫二点球的控制 直接零空要打 这次伊利哈姆江的起脚攻门很有威胁 教练组的认可 低脚打刺了 伊利哈姆江停球之后 直接起脚打门 伊利哈姆江 大范围的转移 有起脚的机会 还是选择了传中 投球的攻门 这次门将刘军 再次完成了精彩 伊利哈姆江拿球 王浩的高速插上 没有给转移到右边路 起脚传中 这是张萌棋的投球攻门 王选宏 右边路有空档 王受挺再往边路分 蒋亮上来 伊利哈姆江投球 百度回来 零空的大门 球进了 球进了第43分钟 王选宏 帮助贵州队是先把头 再来看看这次 落点精准 伊利哈姆江投球 坐回来 王选宏不经调整 直接起脚攻门 刘军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马军 是奔向球门 打在了立柱上 这叫球 提不登场的张武 伊利哈姆江的断球 有起脚攻门的机会 打门门将 不就脱手 跟上的捕射 助理台班 试一试 阅位在先 小将马灿杰 可以看出 在身体对抗上 确实是处于一个劣势 刘家伟 转移到右边路 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 敲回来 有起脚的机会 再选择往里砸 零空了大门 球门球 张斯鹏的大脚往前输送 米哈伊罗维奇 这次又有机会了 跟进的大门 但是主裁判 又是明少失忆 进球无效 安德利进球 咱先不做定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不虐位 杨花 助裁班 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凭借着上半场尾声阶段 王雪红的进球 贵州电视 一别拿到了 看门红